大家好 今天是3月10日 星期四 欢迎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本期视频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加拿大累计确诊334万 安省捉午期不再公布感染数 根据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3月10日上午11点 安省在过去的24个小时内 新增确诊2125例 魁省新增1267例 BC省新增274例 安省公共卫生官在周三宣布 从21日起取消口罩令 商场、餐馆和学校等大部分室内公共场所 将不再强制要求佩戴口罩 但该决策也遭到了不少反对 约客区公共卫生官、安省教育局、教师工会联盟 均认为取消口罩令为时过早 传染病学专家伯格奇同样也反对说 他认为应该延长口罩令 因为安省的病例数和住院人数并没有明显下降 卫生官对此表示 取消口罩令之后 官方依旧建议佩戴口罩 但不做强制要求居民有是否佩戴口罩的自由 此外 安省政府宣布 从本周五开始不再公布新冠感染数据 会将与新冠病毒有关的死亡个案分为三类别 分别是因新冠肺炎直接导致的死亡 新冠肺炎并发症促成的死亡 以及未知死亡原因 以更准确地报告患者的死亡分类数据 截至3月10日 加拿大累计确诊病例334万例 累计死亡人数37192人 全国活跃病例11万例 三针疫苗接种率46.5% 加拿大离婚率降至50年来最低 根据加拿大国家邮报报道 加拿大统计局在本周三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在2020年 加拿大批准的离婚数量 是自197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不过 统计局指出 这可能也与疫情期间法院服务受阻有关 数据显示 在2020年 有42,933件离婚案件被批准 与前一年记录的56,937件相比 急剧减少 统计局表示 尽管加拿大离婚率在近年普遍下降 但2020年的数字 是几十年以来的最低记录 而疫情期间采取的公共卫生措施 可能是导致离婚率显著降低的重要因素 此外 统计局还指出 离婚率下降的另一个原因 是年轻人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同居 而非离婚 总体人口老龄化加剧 已婚人口的年龄增长 年轻一代的加拿大人 更频繁地选择同居伴侣 结婚的年龄比前几代人要大 而年龄大的伴侣 离婚率要低于年轻人 加拿大承诺 再增5000万加元装备驻乌克兰 根据CTV报道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三宣布 加拿大将再提供5000万加元的军事装备 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入侵 这批援助装备包括加拿大制造的无人摄像机 用以侦测俄罗斯军队位置 加拿大此前就曾表示 正在向乌克兰运送价值2500万加元的非致命装备 例如防弹衣和头盔 以及价值超过1000万加元的枪支 发射器和手榴弹 此外 特鲁多还承诺 提供300万加元的资金 用于打击俄罗斯法部的关于乌克兰的假新闻 特鲁多在外交政策演讲时表示 帮助乌克兰的最佳办法并不是通过军事行动 而是通过经济制裁 他认为制裁比运送坦克导弹更有效 原油价格回落 加拿大油价仍将飙升 根据CTV报道 尽管原油价格在本周中期大幅下跌 但预计加拿大各地的汽油成本将保持创纪录的水平 在本周三 基准原油价格收保110.36元 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近11% 这也是自乌克兰战争导致油价飙升以来的 首次油价大幅回调 然而 油价跟踪网站的数据显示 本周四 加拿大的平均油价 从周三的每升1.85元 上涨至1.87元 在包括温哥华在内的BC省部分地区 油价已经突破了每升2元 油价分析网站表示 原油价格下跌只会减缓油价的上涨速度 因为零售商至今尚未把最近的成本上涨 完全转嫁给消费者 也就是说 尽管原油价格下跌 但消费者所面对的油价将会在短期内继续上涨 油价预测网站预计 蒙特里尔·魁北克的油价将突破每升2元 安省大部分地区的油价也将涨至每升1.9元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